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 耶稣知道法利塞人听见他收门徒和施洗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而是他的门徒施洗 他就离开犹太又回到加利利去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叙迦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雅各井就在那里 耶稣因旅途疲乏坐在井旁 那时约是正午 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给我水喝 因为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 你是犹太人 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 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他说 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 请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早就会求他 他也早就会给了你活水 妇人对耶稣说 先生 你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哪里去取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 把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女 以及牲畜 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它还大吗 耶稣回答 对他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 妇人对他说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使我不渴 也不用到这里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你去 叫你的丈夫 再到这里来 妇人回答 对耶稣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 是对的 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妇人对他说 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 敬拜上帝 你们道说 应当敬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对他说 妇人 你要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敬拜父 己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敬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敬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 出来的 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那真正敬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 敬拜他 上帝是灵 所以敬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他 妇人对他说 我知道 弥赛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了 会把一切的事 都告诉我们 耶稣对他说 我就是 正在跟你说话呢 谢谢正风 谢谢正风 让我来 再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沈俊 我是这个恩领堂会的这个牧者 我们现在在开始来 这个看这个 约翰福音第四章之前 我可以再邀请你跟我一起来 祷告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 听取和理解 他的话语 天父我们 再次 然后你面前说 主 这是你自己的话语 乃是你自己 亲自要向我们说话 虽然这是 那么多年前 两千年前的一个故事 但却依然在今天 跟我们有深深的关系 所以恳求你帮助我们 今天有耳朵听的 我们能够听见 帮助我们有柔软的心 能够来接受 我们这样子 祷告 祈求 是奉主耶稣 名求 Amen 我观察我自己的一些行为 我就可能会有点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就是 一般上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这样子 就是看完电影之后 对不对 尤其是我很喜欢看的电影 我对它有很多想法的电影 我回到家里面 或者是我 几乎在下来几个小时 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会上网去看 别人对这个电影的评论是什么 然后呢 我看到别人对这个电影的评论 跟我的评论很相似 或者是可以甚至延伸 我自己对这个电影的看法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的满足 所以这个行为呢 其实我应该可以理解作为就是说 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我去 在看完电影的满足还不够 我还要去上网 去看别人评论 我还要去 因为别人评论 跟我很相似 或者是延伸我的评论 我感到更加的满足 我觉得这个也跟我们食物 很细细相关 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例子 对不对 就是 你如果喜欢吃的食物 你为什么 他自己吃了 很喜欢吃 还不停止于此 你还很乐意要 什么 你很乐意要跟别人去分享 这样去寻找这个食物 这可见呢 我去观察这一点的时候 总结是这样子 满足 我们的满足 其实跟我们怎么样 跟别人相处啊 是一个有非常 很密切的关系的 除了是一些 难以启齿的事情啊 对不对 譬如说 我很喜欢挖笔车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通常呢 我们满足的事情 会导致我们去寻找 你们不要去多想 OK 好 导致我们去寻找 那些 可以分享 这个满足的群体 或者是 比较这个满足 去传达给别人 因为将满足 传达给别人的时候 我更加的满足 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人 我们其实无时无刻 都在寻求满足 但我们在同个时候 我们当然也知道说 我们往往是什么 美中不足 美中不足 我要谈一个电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非常老的电影 叫做《石神》 石神在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对不对 周星驰所演的角色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他就做了一个 黯然销魂饭 如果想起来应该可以记得 就是叉烧饭 对不对 我要说的是什么 他是一个厨艺比赛 所以那个裁判 是薛家样演的 薛家样演的时候 他吃那个黯然销魂饭 他说了一个台词 我永远记得 他说的是什么呢 老婆你不要笑太大声 OK 那就是他说 这个叉烧饭太好吃了 然后下一句 要是我以后不能够吃到这个叉烧饭 怎么办呢 他这句话显示出了 什么叫做美中不足 我们往往在满足的时候 就想到说这个满足 其实不能够长久 美食的满足不能够长久 观看电影 我听说有人看铁达尼号 是可以看十多次 二十多次 我不管他看多少次 总是有一次他看的时候 不会满足的 因为会随着什么 观看的次数 而越来越这样子 觉得没什么新意的 对不对 因此 我们一方面追求满足 但是我们又害怕 我们所期待的满足 其实不能够真的满足我们 所以满足是我们人人所寻求的 而我们的满足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 影响了我们跟彼此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要去分享这个满足 或者去寻找这个 可以去分享满足的这个群体 第三 就是我们满足通常是不完美的 很多时候会随着时间而淡化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 主要来看的也是满足的这个问题 因为耶稣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为什么去寻找她 我们刚才就是正风所谓 我们读的这个故事 就是他要把满足赐予她 你又看第十四节 耶稣说他所要赐予的这个活水 对不对 他做一个对比 井里所打的水 你喝的会必然再渴 美中不足 但是我所赐的这个活水 就必不再渴 不但是满足一时 而是满足一世 由此可见 耶稣所要赐予这个真正的满足 就是这个经文的一个关键 而我这个理解是 耶稣不单单是要赐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满足 他要赐给我们全部一个在座的人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他都想要赐予我们那真正的满足 但问题只是 我们是否会去求这个活水 我是不是有挡到这个荧光木 我是不是应该移一下 可以吗 因为我其实看不到我后面的 那其实就是说 耶稣来 他其实很大的目的 是要来让我们这些罪人 这些不配的人 可以得到他真正的满足 他要我们的回应是 我们去相信他 能够在他里面 我们能够借着敬拜 能够去找到这个满足 那我们这个经文呢 我们来看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两个 就是来看两方面 来看这个 耶稣赐予我们这个真正的满足 他有这个决心 那第二呢 他有他的方式 耶稣赐予我们这个真正的满足 他有他的决心 那他有他的这个方式 他要赐予我们这个真正的满足 他有一个 他真的是要赐我们这个满足 但他有这个赐予我们这个满足的方法 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的就是 耶稣基督赐予我们这个真正的满足的决心 为什么他提这个呢 因为就是如果 我们并没有在耶稣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 那其实并不是耶稣的问题 往往应该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因为耶稣不愿意 而是耶稣非常的愿意 那么怎么可以从这个经文看出这一点呢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今天这个段经文 我尽量把所有的这个经文 都打在这个投影片上面 但是如果是你想要看得比较仔细的话 其实手里翻开圣经是比较容易跟的 坦白说一句话 那从第一节开始呢 这个耶稣他得知什么呢 这个法利塞人听见 听见什么 这个法利塞人听见呢 就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 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生意 已经没有这个耶稣那么好了 那么可能应该是为了一些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耶稣就要离开犹太 往这个加利利去 那么那个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呢 他要经过撒玛利亚 那么现在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地理了 因为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会熟悉 那么呢 这个是在当时候的这个以色列国 对吗 就在现在 其实当时有以色列的 跟我们现在的地区差不多一样 但是在南边呢 就是犹太地 然后呢 其实加利利是在最北边的 然后这个犹太呢 和加利利中间夹着这块啊 就是撒玛利亚 就是撒玛利亚 而现在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呢 回到了加利利去 这个就是那个地理的这个位置 那么他回到 他往加利利的途中 他到一个地方叫做叙迦 叙迦就是这里 遇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靠近了先祖雅各 雅各是谁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孙子 其实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Jacob 留给他的小儿子约瑟的地方 然后他的井也在那边 耶稣在这里累了 就坐在井旁 那耶稣当时候是一个人坐在那边的 我们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第八节告诉我们说 门徒都走进城去买食物了 所以第七节呢 其实才到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是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开始说话了 他说请给我水喝 那可能这个是很简单的几个字 请给我水喝 但是其实我们很容易小看 他这个举动的革命性 为什么耶稣那么做是那么革命性呢 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其实就跨过了我们所看不见的许多的障碍 对 我想到一个例子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听过这个 就有如在美国 这个黑人白人分散得非常的厉害的时候 有一个举动就是一个黑人妇女 她就强行上了巴士车 就有如一个这样革命性 跨越很多障碍的一个举动 很简单 上个巴士车 为什么会上 为什么会跨越很多举动 因为跨越很多障碍 这样障碍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障碍要来看的是要理解一下 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不一样 这里其实也提到的 第九节说 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 怎么会向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 我们要理解耶稣这个举动革命性 我们一定要理解 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关系 是怎样的关系 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其实本来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在这个猎王记下第十七章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情 猎王记下第十七章 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当时候 那是在发生这件事情前的八百年 就是祖前八百年前 800 BC 那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候的亚述帝国 Assyrian Empire 对不对 它攻占了那整个地方 它攻占了整个地方 而这个Assyrian Empire 亚述帝国 跟以后的巴比伦帝国有个区别 什么区别 巴比伦帝国的政策是 当我去攻占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要同化这边的百姓 我怎么做 我把这群人全部掳到巴比伦去 教化他们 让他们能够有修养 再把他们送回去 他们原来的地方 但是亚述帝国的做法不一样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分散的政策 它把当时居住在 这个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 全部都分散了 然后把其他地方的人 给带来这边住 当他把其他人带来这边住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像新加坡一样 我们现在有多元文化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也同样的 把他们自己的信仰 把他们的神明 也带到这个地方 而就是这些 搬到这个地方来的居民 和残留下来的 以色列人 所繁衍的后代 就是撒玛利亚人 那么呢 你可以想象 作为犹太人 怎么去想他们呢 我说的一个比较 优雅的字 是他们是血统 就是已经不纯正了 我心里想的字 只有两个字而已 对不对 这就好比 中国其实当时候 也攻占过越南 其实越南应该 有些基因 也是中国人留下来的 但是华人 却还是不会认同 越南人是华人 对不对 有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在里面 但是不仅仅如此 撒玛利亚人 后来成功地 把其他生命给赶跑了 他们只敬拜耶和华 但是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 只根据什么 旧约的前五本书 摩西五经 他们就是说 我们的旧约 是有39本书的 只有前五本书 他们承认 后面他们全部都不认 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 他们的信仰不纯正 他们的血统不纯正 他们甚至可能比外邦人 都还要可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像我们 可是却完全不是我们 而且不但如此 在耶稣所经历 所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 前两世纪 可以去看一个历史 其实他们在撒玛利亚人 和犹太人之间 发生了很多暴力 甚至是战争的事件 所以其实耶稣说 他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我刚才解释了地理 对不对 加利在这里 犹太地在这里 撒玛利亚在中间 耶稣必须经过 真的必须吗 其实当时候 很多犹太人 因为怕什么呢 怕遭到撒玛利亚人的攻击 或者是自己本身 歧视撒玛利亚人 等等原因 他们其实绕道而行的 但是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 耶稣是决心要来寻找撒玛利亚妇人 决心要将什么呢 这个 活水要赐给他 耶稣跨过了种种的障碍 他跨过了民族上的障碍 他跨过了文化的障碍 他跨过了种族歧视的障碍 他甚至跨过了性别的障碍 因为当时候 其实通常作为一个单身男子 在公开的场合 这样直接跟单身女子说话 其实在当时候文化 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耶稣却没有忌讳这些 要直接去跟他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将活水赐给他 这就是耶稣 他冒着这样危险 冒着这个犹太人 和撒玛利亚人关系不好 他这样子要去满足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弟兄姊妹 我现在要对基督徒来说话是 其实我们看待人的眼光 是否是像耶稣基督这样子呢 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爬山 涉水 越过重重的障碍 民族文化性别的障碍 甚至是教育程度的障碍 为什么那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看下去的时候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似乎一点不太听得懂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我要吃你这活水 在撒玛利亚妇人 一直想的是井水 一直想说你吃我这个活水 以后我不用来打水 他们不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耶稣跨过那些层层的障碍 的答案其实只有一个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所满足的 其实会影响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但是耶稣所满足的是什么呢 耶稣说满足的是上帝赐予他的满足 而因此 耶稣的满足不在乎于族群 不在乎喜好 不在乎于口味 不在乎于种族 不在乎这些一切 因为他这个满足是可以跟任何人分享的 但是也因此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 我们本身作为教会 我们怎么去看待人呢 也是因为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所以他才能够帮他的父神寻求敬拜者呢 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一点 就是什么呢 他是跨越国界 跨越民族 跨越等等障碍的 甚至是社会经济的地位 我们现在成立这个恩领堂会 是中文堂会 但是我认为这其实并不局限于 我们跟谁传福音 我们所要聚集的人的这个对象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职堂啊 人家会问我一个问题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你的对象是谁 而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的回答是 我非常深远的是 我们可以在恩领这个堂会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跨越社会经济地位 就是有不同的收入 有不同的背景的人 都可以与我们一起同坐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可以跨越文化教育的水平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跨越国籍 跨越不同的政见 政治理念 大家能够聚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只有教会这个地方 若不是以这些东西 作为我们的共同点的时候 就能够证明什么 证明这里聚集的人 他们的满足 不在于这些事情 他们的满足 不在于他们自身的文化 不在于他们自身的喜好 并不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 或者是甚至文化水准 而是在于什么 在于耶稣基督所赐的这个满足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所向往 所想成立的一个教会 是个怎样的教会呢 我们觉得耶稣所看待的人 我们应该怎样去跟他一同 这样去看待他们呢 但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耶稣所赐予的这个活水 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想看第13第14节 会给我们这个答案 因为耶稣这里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 谁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活水和永生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呢 耶稣这个广告打得非常的夸张 他说什么 谁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在他里面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 永生啊 我不知道你们去思想永生 永远的生命 我的女儿 我大女儿 在前晚跟我提起来 跟她最近看了一个故事书 那故事书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候那些人的 处于的社会 已经成功的战胜死亡了 就是说 所有的病都可以医 甚至连年老衰弱 都可以把她扭转过来 人永远年轻 青春永驻 人人都像刘德华 不是 那是我自己想的 OK 但是 他这样跟我一提起 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Wow Sounds like hell 听起来像地狱 我为什么那么说呢 因为基督教的永生 其实不只是永远的生命而已 不只是永远的生命而已 在希腊神话里面 他有讲一个人 生前是非常的贪心 所以死后有这样的惩罚 他这个人叫做西西佛斯 Sisyphus 而西西佛斯的这个惩罚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一个事情要做 就是他要把一颗大石头 往一个山坡上面推 他推推推那个大石头 推到快要进顶的时候呢 那个大石头必然就会溜下来 他要重新地再去原点 再重新推那个大石头 而我可以告诉你 他就一直周而复始那么做 他是不是永远活下去呢 其实永远活下去对不对 可是他身处的是什么 是天堂吗 还是地狱 因为如果是在继续有不满足的人生 因为永远活着并不代表你的心灵满足 即使能够永远活着 这也只不过是如地狱般的生活 而真正天堂的满足 不仅仅永生的满足 对不起 不仅仅是永远的生命 而是我们有那真正的满足 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其实是跟上帝的一个关系 是无可限量的 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有这样一个满足 我们在上一周的第三章 我们看到这一点 因为父爱子的缘故 所以他怎样 他所赐给他的圣灵 是没有限量的 意思是说 为什么呢 唯有上帝是没有限量的 唯有上帝是 永远是我们可以继续去认识 继续去明白 我们却深不可测的 永远是 因此唯有上帝是那永远 真正是可以满足我们的 而耶稣他自己从上帝那边 领受到无可限量的圣灵 对不对 而因此他要来赐予这个撒玛利亚人活水 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 耶稣说 凡信我的 从他腹中必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 他指的是什么 他所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 而因此呢 借着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我们与上帝有这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得以满足 而这个满足才是那永生真正的关键 而不是永远活着 要不然的话 我们所经历的乃是永死 不是永远 不是永生 因为 我想吧 就算是我多么喜欢看周星驰的戏 要是你叫我永远活着 我就只能一直看他的戏而已的话 我看那应该也是地狱 对不起 那就是我现在想的 但是 所以耶稣他定义要给我们 他决心要给我们这个满足 对不对 但是 真正的障碍在哪里呢 真正的障碍并不在耶稣那边 耶稣有决心要冲破所有的障碍 来赐予我们这个满足 对不对 但是 真正的满足其实在我们里面 因此 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 耶稣赐予我们真正满足的这个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了 耶稣非常有决心 要将这个满足 要赐予我们 我们的唯一的障碍 其实不在于我们外面 不是我们的 读书多多少 不是我们多聪明 不是我们多笨 不是我们到底 到底有多少的爱心 跟我们这些都没有关系 对不对 不是我们这个外部的事情 唯一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真的会想要这个满足呢 而这就是为什么 他跟那个撒玛利亚人的谈话 其实是转风的这个原因 我们首先来看 耶稣怎么样使到我们有满足 他的方法是什么 第一 他要让我们知道 他完完全全了解 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罪 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一点呢 就是看到这个 从第应该是16节开始吧 就是耶稣怎样去谈及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她的私生活 她家庭的生活 因为耶稣说 叫你丈夫来 好像很奇怪 叫丈夫来 对不对 耶稣明明知道她没有丈夫 耶稣为什么这么叫她呢 因为耶稣要借这个 非常温和的方式来指出 这个女人 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 而她现在在一起的这个男人 不是她的丈夫 而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说 这个女子 她其实在罪犯当中 但是她也是在苦难当中 我们先来看 怎么知道她在苦难当中 这个女人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她有五个丈夫 她有五个丈夫 失去五个丈夫的痛苦啊 我不知道是怎样去想象 尤其在当时候 一个女人 通常应该是依靠着男人 才能够维持生命的 对不对 经济生活的 跟我们现在的世代 所处的世代是不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女人 是怎么去失去这个丈夫 因为呢 她可能通过丈夫死亡 她还可能通过离婚 当时候男人要休妻啊 要把她的妻子给赶走 是非常容易的 但不管怎样子 她经过了五次 失去丈夫的这个经历 肯定是一个受在苦难当中的人 她至少会感觉到说 我是被抛弃的 她至少会感觉到说 甚至有一种说 因为我与这一样 不同的男人有关系 而有的这个羞耻感 对不对 但是这件非常奇妙的是 耶稣很愿意接近受苦的人 他要赐予他们真正的满足 耶稣不是要来利用他 耶稣不是来压迫他 耶稣要来服侍他 来服侍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将真正的满足赐予他 但他不但是在苦难中的人 他也是一个在罪中的人 怎么看得出来 因为耶稣说 你现在所有的男人 有一些学者会想要为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争辩 说他其实没有罪 可能这个男人 也是在欺负他的 这有可能 但是这边耶稣所说的是 你所有的男人 我还是不能够过这一关 就是说 这句话是有占有性的 就是说他现在有的男人 你的男人 如果说你的男人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 对不对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同居的关系而已 而是非常亲密 甚至是肉体上的一个关系的 但是这个男人却不是你的丈夫 但还有一个证明就是 当撒玛利亚妇人 她从耶稣那里得到 那真正的满足的时候 有那么莫大的喜乐的时候 她回去撒玛利亚的时候 去家的时候 她跟男人怎么说的 她说来看来看这一位 她告诉我 我曾经所做的一切的 她愿意说我所做的一切 其实表示什么呢 她愿意承认她的罪 她愿意承认她所经历过的一切 而耶稣同样的 也是愿意来接近这样子的人 来服侍她 来赐予她那更深的满足 我并不知道她的历史 我不知道她的细节 我不知道说她是不是因为 她在寻求经济上的满足 而因此需要有经过这五个男人 而有她现在的男人 这个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耶稣看到了 明白她的罪 明白她的苦难 而我觉得 我要去细想的时候 耶稣完全明白她 也就是为什么 耶稣可以完全满足她的缘故 她若是有被抛弃的感觉 耶稣的活水 告诉她说 我是绝对对你是不离不弃的 虽然知道说你的问题 虽然知道说你过去的一切 我仍然愿意与你同行 我仍然愿意完全来接受你 而耶稣同样的 要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说同样的话 他深知我们的历史 他深知我们的一切 但他非当不计较 他还会对症下药 来真的是 以他自己 来满足我们 他这里也提醒我们 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是 会去寻求其他方式 来满足我们自己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 耶利米苏会这么说 因为我的百姓 做了两件恶事 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又为自己 找出水池 却是破裂 不能处水的池子 耶利米的时代 那时候 以色列人 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 但他们却不求告耶和华 不信靠耶和华 去求靠其他的神明 而上帝对他们说 我是这活水的泉源 那时候上帝也那么说了 他说 你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那是你为自己 找出这些水池 都是不能够满足你的 都是不能够饱足的 他们都是破裂 不能够储水的 而其实同样的 如果我们不是在上帝面前 找到这个满足的话 而在我们自己的这些偶像 在我们自己的这些其他方面 去寻找满足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些满足是 最终是美中不足的 因为它是有裂痕 是不能够装水的 所以因此 我要真的恳求大家来思想 耶稣指出这些 祂并不是要为了 让我们觉得 我们到有多低下 祂指出这些 并不是为了 贬低撒玛利亚妇人 而是为了要真的 赐给祂这真正的满足 但是耶稣不单单是要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 看到我们的这个苦难 祂不单是因为理解这些 要赐给我们那真正的满足 祂也是要来 怎么样 帮助我们借着敬拜 我们能够得到那真正的满足 所以我们下来看的 最后一段的这个经文 就是从 我的老话开始 真的一来一问题 从这个第 应该第十九节开始 对 因为这里似乎 还是有点 又在转话题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妇人说 我看到你是个先知 然后结果开始问她 一个敬拜的问题 我主终在这山上 敬拜上帝 你们道说 对不对 应当敬拜的地方 却是耶路撒冷 这看起来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转变的问题 但是这其实的确是 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 争论的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说 撒玛利亚夫人 其实快要接受 耶稣所说的话了 其实 但她说 这个地方我还是不明白 这个地方是我们两者之间 最有争端的地方 他们的暴力事件 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就是犹太人 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 去杀他们 然后他们也同样的来到 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来去捣乱 来去杀他们 所以造成这些暴力事件 就跟这个息息相关 所以其实这个问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他们在哪里敬拜上帝 其实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 因为撒玛利亚夫人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他们只剩下 只相信这个摩西五经 因此呢 他们其实就以为说 所敬拜的地方 就是这个激利 这个我又把这个名字搞错了 Jerism 就是激利新山 激利新山 而这个是在 这个生命纪里面 是有提到的 所以他们在那个亚伯拉罕 敬拜上帝的地方 去敬拜上帝 但是呢 因为他们拒绝后来的书信 的这些书卷 所以他们后来呢 没有在耶路 他们不承认 耶路撒冷的那个敬拜 是正确的 当然耶稣在这 以下后来的经文 22节 23节 给我们看到说 他肯定了 这个犹太人的那一方是对的 为什么要接受旧约 就是为什么他会说 撒马利亚人所敬拜的 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但是犹太人 我们所敬拜的 乃是我们所知道的 但不管怎样 虽然说在当时 耶稣对于这个 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分歧 他有他的意见 但关键的是什么 他说 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你们敬拜父 不在这座山 也不在耶路撒冷 时候到了 对不对 现在也就是了 那真正敬拜父的 第23节 什么 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他 换句话说什么 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时候 要成就 要去创造一群新的人 来去敬拜上帝 是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他 这里我要顺便 输一下这个翻译的问题 心灵和诚实 真的是很不幸的翻译 因为心灵和诚实 给我们感觉上 我不知道你们 怎么去理解心灵和诚实 心灵和诚实 就是我来到 我来到了这个崇拜的时候 我们说宣召的时候 主席说 我们要以心灵诚实 来敬拜上帝 那你说 好 我现在准备我的心灵 我心灵要非常的诚恳 我要非常的诚实 来到上帝的面前 结果我发现 我不够诚实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虚伪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敬拜 马上一开始 就是有问题了 结果我整天在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翻译 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的心灵 其实翻译就是 spirit 就是圣灵 而这个诚实 其实是truth 而是真理 是在圣灵和真理里面 去敬拜耶稣 去敬拜父 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不一样很大 为什么 因为圣灵是谁所赐的 是耶稣所赐的 因为真理是谁 真理不是理论 耶稣后来在 约翰福音第14章说 我就是什么 生命 真理 道路 意思是什么 我是奉耶稣的名 我向他求 那圣灵帮助我来敬拜 这样的敬拜 是父所悦纳的敬拜 不是看我的心灵的诚实 不是看我有多好的敬拜 乃是看耶稣 接受我的这个敬拜 乃是看耶稣 恩典的这个敬拜 但是 为什么这样的敬拜 真的是可以 满足我们的心灵呢 因为 我不知道这个经文 大家有没有这么想过 就是 为什么耶稣 要在雅各的井边 去遇见撒玛利亚夫人 可能你们说 他借题发挥 因为刚好井那边有水 所以他就可以去打 他们就可以借题发挥 可以给他活水 对不对 其实如果对圣经很熟悉的人 对救援很熟悉的人 就会意识到 在井边的相遇 不是一般的相遇 亚伯拉罕 自己的儿子以撒 是借着 是借着他的仆人在井边 遇到立百家 而为他的儿子 娶到媳妇的 亚各 以撒的儿子 就是这个亚各的井的亚各 在创世纪第29章 他就是在井边遇到了 他后来的妻子 拉杰 而 娶到他的妻子 而摩西本身 在这个出埃及第三章里面 也是同样的 在井边遇到他的妻子 好了 所以我现在是说的是 耶稣要娶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吗 不是的 那是因为呢 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 一直看到这个新郎的主题 在第一章 耶稣去参加了这个加拿的婚礼 第二章 第二章他参加了这个加拿的婚礼 第三章 我们上个星期所看的那章 施洗约翰怎么称呼耶稣 他是新郎 我只不过是伴郎 为什么 因为其实耶稣是那最终的新郎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来 是要寻求他的新妇 他的新娘 不是撒玛妇女一个人 而是什么 他的教会 而愿意为他舍身流血 这让我想起什么 雅各 那个是个很奇怪的经文 可能你们回去可以看 在创世纪第29章 雅各 刚刚第一次遇到 拉结的时候 在井边 他也帮他取水了 他取水方式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那个井口啊 是有一个大石头在那边挡着的 为什么 可能因为怕别人来偷水 所以呢 雅各就推开那个大石头 让拉结他的羊群 可以去喝这个水 但是耶稣基督 他作为我们的新郎 要来赐我们这个活水 他所移开的石头 比那井口的石头要大得多 他要换我们的石头 他要换我们的石心 给我们一颗真的肉心 好让我们可以开始爱他 可以开始去领受这活水 可以开始以他为满足 这也就是为什么 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活水 是那真正满足的开始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回去想 我们刚才所讲的三个东西 第一 满足都是人人所追求的 但是我可以问你的是 你所追求的满足 究竟是那有破裂的 是自己找的水池 不能够真的装水的那个水池吗 还是那永生神那活水的泉源 那第二 一个是我们领受这个 真正的满足一个迹象是 我们的满足会改变 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与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从他们身上 获取利益吗 还是我们其实心里面 有那真正的满足 愿意跟他们来分享 甚至我们可以说 不顾忌对方的社会 经济地位等等 也愿意跟他们去分享 这个真正的满足 那第三 我们知道说 很多时候满足是并不完美 但是我可以说的是 因为耶稣基督 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 因此他的应许 他说那永生有如泉源一般 一直要涌到永生的时候 他的应许必不落空 他的应许会一直帮助我们 一直到我们在他里面 找到那真正的满足 好不好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回应上帝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说主 我们求你赐我们这活水 当我们承认说 我们可能像撒玛利亚夫人一样 还是以为你赐我们的活水 是省去我们的麻烦 省去我们的 这个不安 对我们不安 以致我们可以说 以后我们不用来这边打水了 我们以后不用操操劳了 但恳求你赐我们那真正的活水 乃是我们的喜乐 我们的满足 真正的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身上 我们是完全不配 但你却完全明白我们的罪 完全明白我们的苦难 但你却不以我们为耻 却愿意来向我们伸手 所以主我们恳求你赐我们这活水 让我们能够真的体验到 这活水所带来的满足 所带来喜乐